运球就快要扣住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 每天都能掌球 据自由球员市场 开启已过去多天 联盟绝大多数总经理 都全力以赴 投入工作 哪怕被广大活人球迷 群起而公之 喷到狗血喷头的佩林卡 好歹也完成了 那对父子的签约 在如此热闹的日子里 想要第一时间判断出 谁是今年休赛期 最成功的总经理 往往很困难 有很多交易 在刚成的时候 大家还在被情绪裹挟 人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做判断 但就这几天来说 至少有一件事 大家基本可以达成共识 那就是今年夏天 最失败的总经理 已经被锁定了 他逐而不群 别人上班他摸鱼 别人补强他失踪 没错 卡文不思 尽快对运营总裁 就是他 按理说 作为未免失败的前冠军 尽快理应是联盟里 最渴望补强的球队 正所谓 你曾矗立山巅之上 如今被人打落悬崖 理应奋力攀爬向上 证明自己 仍有天下霸徒的能耐 然而理想十分丰满 现实异常骨感 肩负着球迷 阴阴期盼的不思 继续选择不动如山 这么说 都可能抬举他了 去年才是真正的不动如山 在吹了痛牛逼后的不思 决定随意抓球 从新秀里 抽了几位壮丁后 迅速收工 到今年不思迄今为止 只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选了个叫红姆斯的内线 按照不思的说法 此人身手相当了得 第二件 搭了三个四轮 送走雷吉杰克逊 只为清理掉 一份500万的垃圾合同 第三件 放任KCP被魔术挖走 合着去饭店吃饭 菜一口没吃 还反而把菜送出去一个 如果说KCP的离去 上属情有可原 那么雷吉杰克逊的交易 纯属自己抽自己嘴巴子 去年是哪个大聪明 给雷吉杰克逊两年一千万 还附成第二年球员选项 即使是KCP 布斯同样要被白白流失 首发二号位单责 你已意识到 KCP可能会被高价撬走 何不早做打算提前交易 就算意识不到 尝试签换捞回点补偿 总可以吧 好比勇士 一一系别克莱后 通过签坏入手的 凯尔安德森和希尔德 经敲定把克里斯琴 布朗提上首发 天地良起 为人小哥冲进 有余 奈何投射 全然不靠谱 问题随之而来 尽快要如何解决 投射不足的短板呢 答案是 拉塞尔维斯布鲁克 当这则消息首次曝光后 大部分邝密都 迫不及待的高声呼喊 别靠近他 毕竟 尽管神规人是非常好的 但表现却不乏争议 特别是近年来 他所在的球队战绩标饼 让众多球队 头号情星 不禁仰天长淡 利友不带 带他不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矿密们逐渐开始 接受这个事实 人们都会经历 这样一个过程 从惊讶到底处 再到自我安慰 就连像维斯布鲁克 这样的球员 竟然也能拖拖拉拉 到现在 没有任何进展 以至于各大新闻网站的标题 依旧是尽快与维斯布鲁克 相互有益 谁不知道这两者相互有益 但具体的行动和进展呢 按理说 快艇早就不愿意 再留维斯布鲁克了 想要交易他来 精快应该是轻而易举 我个人的猜测是 现在卡壳的情况 可能有两种 要么布斯又在胡思乱想 想要在敲定 维斯布鲁克的同时 送走齐克纳吉 要么快艇认为 布斯这位大宗命 不敲一些竹杠 就觉得不合理 了解布斯的人应该庆幸 威少没有选择 放弃他那份 400万的球员选项 否则布斯完全有可能 把精快通过放走 KCP 才获得的迷你中产特利 一股脑袋塞到威少手里 我一点都不夸张 他就是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情 哦对了 齐克纳吉那份 4年3200万的合同 也是不思千下的 据说签完后 齐克纳吉 哭得泪流满面 但否刚营的人真好啊 居然还有人 把钱硬塞给他 老实说 目前的情况非常模糊不清 即使送走了 雷奇吉克逊 尽快依然是一支 超奢侈税球队 除了迷你中产特利 他们手头只有底线可用 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 巴迪希尔德听说了 尽快财政紧张后 立即拒绝了他们的邀约 那么最终这份 迷你中产特利会给谁呢 市场上似乎没有 太多合适的选择 要不一个个打电话 给马里克比斯利 赛德斯贝 或斯宾赛丁维迪 不过不管有什么建议 布斯很可能不会采纳 他似乎专注于单一目标 那就是死科威斯布鲁克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要不考虑尝试交易 相比那些疯狂刷卡的球队 丹佛在未来选秀资产方面还算充足 未来七年内拥有九个选秀权 包括2025年的次轮 2026年的首轮和次轮 2028年的首轮 2029年的次轮 2030年的首轮和次轮 以及2031年的首轮和次轮 从理论上讲 这些资源足以进行大规模整合 但考虑到布斯的作风 还是建议尽快球迷 蒙上被子开足空调 做个美梦吧 想维持冠军球队的竞争力 确实并不容易 但能不能是一回事 做不做又是另一回事 比如说 胡人在2020年夺冠后 佩林卡采取了大刀阔斧的 继续引员举措 球在期期间一度备受瞩目 尽管最终未能成功 但这些努力是实实在在的 又比如今年塞尔蒂克夺冠后 斯蒂文斯则简楼秘鼓的 与队内的首发和替补球员续约 即使都吓得老板直接卖球队 他也坚持要保留圆埋人马 正如大家所见 当球队夺冠且核心球星 正值巅峰状态时 几乎所有总经理都会 既要保持现有实力 又要继续发展的想法 然而 看看布斯 去年先是选了布朗和杰弗格林 今年又失去了KCP 不过 新赛期的常规赛 倒是无需过于担心 约记骑是那种 苦水里泡打的球员 回想起后场 由蒙特莫里斯和 威尔巴顿组成的组合 其实条件艰难 他依然能够带领球队 进入气候赛 然而 在持续削减实力的情况下 尽管想要兑现 未来八年 拿四座冠军的梦想 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联盟中 不进则退 即使约记器再强 也难以单枪匹马 带领全队飞越全场 身高211公分的布斯先生 可能是NBA现役 最高大的球队主管 他在NBA打了十个赛季 先后效力于八支球队 仅出场366次 大多数是替补角色 所以NBA的游牧球员 他频繁穿梭于 不同球队的板凳席 为雷阿伦 阿里纳斯等球员服务 2009年 结束了他的球员生涯 布斯转向了 独立球探服务公司 成为了一名球探 这一转变 让他结识了 巫师队的资深球探 康纳利 康纳利对他的眼光 赞不绝口 布斯是我见过 最聪明的篮球天才之一 他在多方面 都有出色的分析能力 从我们在华盛顿的 第一次交谈开始 他对比赛的热情 就深深感染了我 随后 康纳利被挖到 黄蜂担任副总经理时 布斯也随之加入 在纽二粮工作了 一个赛季后 他又加入了灰狼队 担任人事总监 2017年 他再次与康纳利合作 成为了金块队的 总经理助理 最终2022年 康纳利被灰狼队高薪挖走 布斯顺利晋升为 金块队的篮球运营总裁 布斯对金块队 在2023年夺冠的贡献 不容忽视 用马斯的那个石匠理论来看 康纳利已经为金块的 冠军之路敲了99锤 布斯继承了他的工作 敲出了第100锤 他在选球大会上 选中了布朗 并用巴顿和莫里斯 换回了KCP 同时在自由市场上 签下了布鲁斯布朗 这三名球员 对于金块的冠军之路 起到了重要作用 使布斯在自己的菜鸟赛季 就成为了冠军总经理 然而 自从金块夺冠之后 布斯似乎进入了一段寂静期 让我们拉一条时间线 来证明这一点 2023年的秀赛季 布斯放走了布朗和杰弗格林 在一笔四方交易中 获得了新秀球员 杰伦·皮克特和斯特劳斯 最后给上赛季 完全没打上球的 雷奇·杰克逊 许了一份 显然高于市场价的 两年1000万 居然还包含了 第二年的球员选校 而在赛季开始前 他接受采访声称 自己选年轻球员打上球 是为了可持续发展 如果这让我们 失去了连贯的机会 也没关系 因为更重要的是 保持球队在 未来多年里的真贯水平 像马斯那样 拿到六年三贯 八年四贯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他还顺手给了 上赛季场均5.2分 2.6篮板的 替补内线 那其一份 饱受争议的 四年3200万肥约 在那之后的 八个月里 布斯一直在挂机 直到救赛 输给灰狼之后的 新闻发布会上 他挺身而出向记者 单方面宣布胜利 也许我们可以在 我们轮换名单的 前妻人中 增加一些天赋 提升一两个位置 但我没有在 我们的阵容名单里 看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我们完全可以 保持这个阵容 也许只是我们的新秀 需要更多的时间 至于要如何 续约合同到期的KCP 他并不放在心上 好像KCP不在 他心目中 那个要保持的阵容里 我们可以尝试 把他带回来 但如果他想去其他地方 那也是他的自由 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而我们都知道 他所谓的准备 就是把布朗推上首发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尽快已经陷入困境 在过去的一整年里 麦克马龙 一直在抱怨 球队缺乏深度 尽快对 未能战胜 会量队的原因之一 就是约基奇 随着系列赛的进行 而逐渐被累垮了 这并不是突然的磨损 而是漫长赛季的消耗 不光是约基奇 尽快的首发 五人组负荷都太大了 约基奇 气候赛场均要上场40.2分钟 慕雷是38.5分钟 首发中最少的KCP 也有30.0分钟 斯特劳斯 亨特 泰森 皮克特 这些新秀在高强队的比赛里 完全没法用 沃森 雷吉吉克逊和 德安德鲁乔丹 也是各有各的菜 除了布朗之外 麦克马龙 唯一一个可用的替补 竟然是35岁的 加斯汀霍勒迪 而明年呢 明年大家将有更美好的未来 因为霍勒迪合同到期没续 而布朗已经上了首发 当然了 总冠军球队不可能一直保留 他们原有的班底 因为大家拿了冠军 就是为了挣大钱的 上一支未免的球队 还是宇宙队时期的金州勇士 而新老子规则里 第二妥号现在存在 几乎阻绝了建立王朝的可能性 但这并不意味 一支冠军球队的管理层 就可以躺在原地睡大觉 纵观过去这些年的冠军 有的球队努力过了 但毁于伤病 有的球队冒险折腾了一番 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这些大家都是能理解和接受的 在当今这个联盟里 未免就是很难 但如果有的人一点正经事不干 只知道给球队老大身上加负重 还天天给球迷和媒体们 话一看就难吃的大饼 那球迷们不买仗也很正常吧 布斯太喜欢他选的新秀了 也许是他引以为傲的 球探精力作祟 他总是对自己选中的新秀们 充满了赌徒般的期待 你可以从他今年选到的 霍姆斯之后兴奋的表达里 对他那些美好的憧憬贯中亏报 他是一名相当全面的球员 能够在进攻端做很多事情 他能在狭小的空间内接球 在挡拆顺下中游人有余 还能进行一些点触补拦 那需要很棒的技巧和协调性 就像约基奇在比赛里做的那样 狼来的故事一听再听 尽快球迷早就不相信他说的话了 去年他曾这么宣传 选到的空位皮克特 我喜欢木雷和皮克特之间的平衡 皮克特就像是球人们的约基奇 如果皮克特和约基奇一起上场 球赛这两个家伙的 带动下转移会发生什么呢 就像马次队有了迪奥一样 还是坚定的相信自己 已经灰眼石珠的位 约基奇选到了球队的 帕克 吉诺比利 迪奥和莱安纳德 只是古版的迈克马龙 不愿意给他们更多的时间 这当然不是迈克马龙个人的问题 这是NBA每支争贯球队的共识 新球赛便宜和充满活力的同时 往往意味着技术水平和经验的不足 我们从未见过一支目标式总冠军 正处于冠军窗口期内 拥有29岁联盟第一人的球队 会反复强调新秀的作用 哪怕五年三贯的马次也没有 邓肯29岁的时候 马次用罗斯换来了 穆罕默在自由市场 签下了芬利和奥伯托 所以邓肯才能在他31岁的时候 再拿到总冠军 而不是重用 尤德里和马辛米并宣称 我们已经有了光明的未来 当布斯在被淘汰的新闻发布会上 侃侃而谈球队的未来时 看到在他旁边的迈克马龙面无表情 我想的是如何赢下下一场比赛 这是我的工作 而作为总经理的布斯 则在考虑如何赢得未来几年的比赛 这是他的工作 我知道老板正在监督这一切 他希望我们把这两部分拼凑到一起 作为一名主教练 这是他所能表达的极限 我们见过那样的表情 当鲍布曼尔斯摁着斯蒂夫科尔的头 让他多用怀斯曼的时候 他往往也是那副表情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似乎无论布斯怎么折腾 负重前行的约机器 也不会因此而对金块有意见 他确实有很长的好生心 但他一直谨守着作为一个球员的本分 而且那些什么MVP FMVP 或者历史地位的话题 我看他也不是很热衷 布斯就偷着乐吧 但凡约机器有字幕哥一半的脾气 伟大的选秀专家早就卷不开走人了 即便如此 如今这支丹佛金块在布斯的操作下 也已经隐隐有了 克伦克所拥有的另一支球队 冰宫场队之前的风范 这一套词大家应该很熟悉 首先是最强之人已在阵中 布朗完全可以替代KCP 然后是 德安德鲁乔丹续约相当于一笔强力演员 依我看 要不然明年的目标也定成 打进四强就算成功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与我期待和你一起长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